欢迎收看大海话之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也是旅游的好时光 中国大陆这个时候多处景色正美 尤其是丝路 对丝绸之路呢 是大西北的风情 今天就带大家走一趟丝路之旅 请到来宾是旅游达人 吴俊森 吴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吴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队导游 而且光是丝路之旅 从03年到现在不知道走了多少回 先跟大家讲一讲 而且他写了好多文章跟旅游有关 跟大家说一说 我们这个时候去玩丝路的话 到底要怎么走是比较好的 怎么路线走法 是 其实丝绸之路 其实每一个人都想去 也把它列为人生一生当中 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 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 而丝路其实我们要走之前呢 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呢 它是一个辛苦的路段 可是呢 你可以从这个辛苦的路段呢 找到每一个人 他对人生上的意义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好 是因为你看 我们看这个地图上面 你看到 这丝绸之路 通常呢 以台湾人的旅游角度上面来看的话呢 都是从这个西安的这个地方呢 陕西的西安进去嘛 对 进出 从这边进去 也从这边出来 对 那它的行走的方法呢 有好多种方法 对 那它可以所谓的正走 那正走的话呢 那一 光是正走 所谓的正走就是从西安到乌鲁木齐 顺着这样子走就要正走 对 也可以倒着过来走 就先到乌鲁木齐之后再逆着走 对 那不管它怎么走 光是这样的走法都有好多种走法了 那当然都有它的优点跟它的缺点所在 那如果说我们讲正走的话 那它可以说从这个西安 直接飞机飞到了兰州 兰州 对 从兰州呢 再一路拉车过去 那这个走法呢 它的有个缺点 是说您会漏掉中间有个地方叫天水 那天水这个地方 干树南部的天水 麦基山 对 麦基山石窟 它是中国四大佛窟之一 那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 在那个台北故宫 有一个玲珑球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这个玲珑球啊 是象牙雕刻的 里面有十六套 是 那麦基山石窟呢 一层套一套 对 麦基山石窟呢 就像玲珑球一样 它是把整个山肚子通通挖空了 然后呢 里面一层一层的都是那个佛教雕刻 错过这东西的话 也蛮可惜的 可是 如果你要走到天水的话呢 这个路就更遥远了 对 好 从兰州呢 那麽一样 五威张义九泉东黄 这个都还好 这路呢 都像是这个河西走廊嘛 河西走廊四郡 河西四郡 都还好 走走停停的也行 可是呢 从东黄到哈密的这段路呢 就累了 不好走 就不好走了 那这个路光拉车的时间 大概差不多要七个钟头的时间 嗯 然后呢 从这个哈密呢 到图鲁番 再六个钟头的时间 然后呢 然后到乌鲁木齐 这是我们所谓的正走 那到走呢 就是从西安直接飞到了乌鲁木齐 然后再到埠来走 到兰州的时候呢 再坐飞机 到西安 西安回台北 回到这个地方来 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有缺点 有它的优点 那当然呢 有现在呢 比较流行的 在台湾呢 我相信也慢慢的 会开始风行的一种玩法 就是坐火车 嗯 因为您坐车的时候 您就是局限在您的座位上面 您的活动空间 其实也蛮狭小的 那如果坐火车的话 那您可以到餐厕里面去走走 或者到交易厅里面去喝点饮料 喝点咖啡 吃点食物 那以前哈 那么在坐火车的时候呢 会不会有一个 不好的东西 就是它的洗澡有问题 那没有办法洗澡 对 可是现在可以了 现在他们有种新的火车呢 叫东方快车号 东方快车号 对 那上面的话就可以洗澡了 会这样子走起来的话 就比较舒服一点 那那个火车是从西安开始 一直到乌鲁木齐全程的吗 不是 它到土鲁番 它只到土鲁番 它到土鲁番 从西安开始 对 它从西安开始到土鲁番 对 那从土鲁番到乌鲁木齐 其实很近了 就不需要再坐火车了 嗯 那这样走法 其实也蛮不错的 嗯 我们先讲讲那个路线传统的走法 你是往西走 就是真的是那个西域嘛 往西走的路线 跟我往东 就是回着逆着走 它的沿途的景色 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 就怎么选择是比较好 其实是一样的 几乎是一样的 可是我会比较建议正走 往西 对 往西的正走 一路向西 对 因为其实我们从东黄到哈密的这一段路的时候 虽然说沿路上面是就是大漠风光了 穿山水水的 可是那个山啊 有些时候您看起来 正走的时候那个山形就特别漂亮 有黑色的 有红色的 也有灰色的 那个颜色就是那个山形特别漂亮 如果你逆走的话 它整个风景算你背后 对 就看得不是那样的漂亮 嗯 对 如果不搭那个火车的话 只是那个拉车 很累很累 是 非常累 所以我就说要去思路的话 您要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思路它一定累 看你累的程度到哪里而已 我在这边说个小故事 我记得我那年去 就05年的时候去思路 那个时候因为是采线团 去的都是旅行社老板 一下飞机呢 就是到了兰州 我们发现来街的 是一辆旧的车 是 是一辆旧的车 没有印象我到兰州发现街坡的车子好旧 然后那个呢 后来旅行社的老板就告诉我们说 您不要少看这部车 这部车是日本进口的车 尤其是它的那个 特别的好 就是它的那个避震效果特别好 因为拉车非常长 我还记得就内部车跟我们后来到了乌鲁木齐去做那个厦门金龙的那种新车 你真的感觉到那个完全不一样 因为新车它几乎没有那个避震的效果 但是你是在坐那个旧车的话 它是日本进口的车 那的确那个旅游的那个效果特别好 中间有很多段其实是有高速公路 但是也有水泥路跟石制路 跳跳路 坐在后面的人其实是非常不舒服 很像在骑马 因为我跟着一起拉车过 它的路况不是太好 然后就整个那个形势 而且它好像是为了要省过路费还是什么 所以它走的是比较旧的路 而不是走新的路 所以特别颠簸 现在这个旧的路已经封了 封了 所以不会再被那个师傅带到那里去走 所以刚刚俊生才会讲说 其实走河西走廊这一段 其实是非常辛苦 拉车是很辛苦的 对 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就像您讲的 其实我们那个座位 是一个木头 上面一个海绵 上面然后再包一层塑胶皮 我们也坐过那种车子 更古老的 更古老的车子 这样一路颠簸过去 腰都快散了 就被它这样颠颠颠的 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辛苦 体力要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当然思路上面有好多非常棒的景点 是不容错过 但我要先带大家看一段影片 我觉得那是思路之 那沿路上面最美的风光 叫做月牙泉 一阵狂风吹起 沙石发出声响 跟着骆驼的脚步 漫步在黄沙之上 窥探沙山环抱下的湖水 弯曲如一座星月 这是东黄月牙泉 平常在电视上看的挺漂亮 今天到的这里确实很漂亮 很美 非常的好 我虽然没有划沙 但是爬了这个沙山 感觉很舒适 随着千年轨迹 流出漫漫沉沙中的美丽奇迹 这么样美的一个月牙泉 其实最近几年遇到一个危机 就是这个景色 它的水位不断地在下降 而且有缩小的危机 郡神他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应该先说 其实它的缩小的面积 其实很大了 因为在史书上的记载 在西汉时期 在那上面都可以划龙舟了 对 可是现在它已经变成 已经一个小池塘了 一个小池塘了 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呢 也是非常的伤脑筋 那么他们是从外面 在饮水来灌溉这个地方 来挽救它 其实月牙泉 它可以说是在一个 地理上面的一个奇观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您刚刚我们看到那个VCR的影片上面 你会发现说 它是在一片那个沙漠 附近的沙漠 都是大漠 对 中间呢 有一群那个 它应该算是绿洲 对不对 对 算是绿洲的样子 奇怪的是 它旁边 还稍微长得那一点点草草 还不是那么样的茂盛 所以人们当时看到这么一个奇观 可以赋予它很多的神话 譬如说在这个月牙泉的周遭 有传说中的三样宝贝 三样宝贝里面大概我们只能看到其中一样 第一个呢 就是铁贝鱼 铁贝鱼 是一个鱼 对 那个铁贝鱼 有点像是熊猫 就是它非常非常真正的 跟那个亚马逊和食人鱼的那种结合 因为它为什么叫铁贝呢 因为它的腹部是白色的 那个贝呢 贝是黑色的 腹呢 是白色的 可是呢 它是那种食肉性的鱼 肉食性的鱼 对 肉食性的鱼 现在当然是没有了 那算是食人鱼咯 类似于食人鱼的东西 它现在已经绝肌了 绝肌了 没有了 可是呢 在史上记载啊 不管你有什么疑难杂症 你只要吃了这个鱼 你的病完全消除了 就是因为它已经绝肌了 所以可以乱讲话 就是它可以消百病 另外两样呢 就是一个七星草 哦 七星草 对 七星草在那边吃了以后呢 据说啊 据说 它可以延寿一季 所谓的一季啊 就一世纪的遗迹啊 那一定也找不到 对吧 对 当然啦 你看吧 我说那个找不到 都说可以 那个延年益寿 那唯一现在还存下来的 就是五色沙 五色沙 五色沙 在那边 其实一块钱一挂 很多 那个沙其实也蛮特别的 它不是染色的吧 不是 天然的 那是商人为了要卖 刻意说的吧 不是 它真的是无种颜色 可是很妙的是 那边都是沙子 我干嘛花一块钱 就买这么一个沙子 我随便捞就是了嘛 就是啊 它这边的沙子 它为什么特别 为什么称之为宝贝呢 因为其实这边的沙子 又称之为明沙 就是它会叫 它会叫 风一吹 明沙山月牙泉 是的 因为它那个沙里面是中空的 所以它那个风一吹过来之后 它会在里面产生共鸣 所以它也算是个宝贝 所以叫明沙 对 明沙山 明沙山月牙泉 真的是很漂亮 而且大漠秋色 会觉得它特别的美 不单单只是看而已 要特别体验 会让大家更加难忘 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来跟大家聊 丝绸之路 明样面沙 令人不禁想一探究竟 这个地方呢 这个沙漠地的 有些那小毒虫 毒性很大 毒性很大 我们一般出来就是帐篷周围 撒一点石灰 沿途美景的背后 却是危机重重 上戈壁主要要把水带住 在醉渴的时候 不能猛地喝水 要是严重缺水了 你不能喝水 喝水就要允许水中毒 或者把这个沙子弄湿 然后把它埋起来 把沙子弄湿把人给埋住 把皮肤全部埋住 让它这个皮肤自然吸收水分 穿越时空思路行 领略大漠海市蜃楼 其实在这个沙漠的景色 玩法有非常非常的多 那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 在这里可以玩的东西 最值得去玩的 比如说像华沙 还有哪哪些景点是非去不可 我印象一直会觉得张艺的五彩山 所以我每次去都会觉得说 海洋再去的一个地方 就特别值得介绍 非常值得介绍的一个地方 它特色是什么 五彩山就是可以说是顾名思义 它就是一个山上面 有五种不同的颜色 那它是层层叠叠的 好像一个千层烂糕一样 一层黄一层红一层绿 这样层层相叠 而且它整个当地的旅游规划 还算非常的不错 它会有一个车子 在你这样环山绕行的时候 其实你每个角度 你拍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那从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它远方还会有绿洲 那个绿的红的黑的白的 这样秤在一起 真的很壮观 它层层相叠的那个颜色 是来自于它的树木吗 不是 还是因为它是山形 它是特殊的地貌 它特殊的地貌 因为可能是当地的 它们的一个断层的一个挤压 那各个年代不同的那个土壤 那么使它跌在一起 又被挤压出来成为一个山形 所以它就很像一个千层蛋糕一样 这个五彩山跟那个敦煌附近的那个魔鬼城 有什么不一样 它也是单下地貌 对 魔鬼城它的颜色就比较统一一点 那它为什么称为魔鬼城呢 是因为其实如果说我们黄昏的时候 去到当地的时候 那个风经过那个石头跟石头之间的时候 它会产生共鸣的效果 那个共鸣的效果 很像是鬼在叫 很像是鬼哭 所以那地方为什么叫魔鬼城 是因为它那个傍晚的时候 那个声音特别的凄凉 我记得我去魔鬼城的时候 刚好是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 就太阳刚升起来 应该很美吧 对你会看到这个非常奇特的这个地形 就好像在一片海洋里头 是一个整齐的战舰 它编着这个战舰的编队向你走过来 这种感觉 这个是非常非常壮观 我记得是在电影里头也看过这个 张艺谋的电影 不是李安的电影 《卧虎长龙》 《卧虎长龙》里头也曾经拍过 那其实除了这个地方之后 我记得还有很多 比如说像吐鲁番 也有许多值得介绍的地方 比如说像坎儿井 坎儿井 火炎山 对 那坎儿井 其实它是中国工程的三大伟大工程之一 那它呢 在新疆里面有所谓的新疆十八怪 那它是其中之一 就是说井底全部连起来 就是这么一贯 那么坎儿井呢 它不是一口井 它是一个直线状的 那么在这条线上面呢 有非常多的井 它的底部呢 全部是连起来的 那为什么是连起来呢 就是从那个 因为当地它非常的干旱 年雨量非常非常的稀少 所以它们的水呢 是从天山那个地方的血水融化以后呢 流下来 流下来的 那它的伟大的地方呢 就是说 它们当时在底下在挖的时候 它们的方向怎么找 嗯 好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参观的地方 那另外呢 火焰山 当然提到火焰山 就会想到 西游记里面 对 那孙悟空三界八交扇的这么个故事 对 火焰山 那个地方真的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地貌 我这么说吧 我曾经二月份的时候带团去那边 那一下飞机啊 是零下二十几度 可是到了 火焰山 火焰山 到了土鲁山火焰山那时候呢 是零上十几度 嗯 温暇好大 对 温暇非常的大 温暇非常的大 通常我们带团去的时候 如果是他们的旅游旺季七八月份 对 他们花开裹熟的时候呢 去到那边的时候 通常一到了那个火焰山 那个冷气车的门一开啊 热风就灌进来 是 那所有的客人都不下车了 那太热了 就在车里面拍拍照就算了 对 我听说那时候 八月份的话 如果是去趴火焰山的话 它的这个地表的温度 可以到达摄氏83度 而是会烫伤人了 你可以煮蛋了 你可以炒饭了 对 我们刚讲的都是比较偏向自然风光 当然坎仁景就是一个水利工程嘛 那除了这之外 其实在思路沿线还有值得看的 它是跟我们的文明的遗产是有关系的 对 这个部分也要跟大家说说 是 其实我这么说吧 其实思路这个词呢 是西方人在看这条东西的这个交通动脉 可是如果就中国人来看这条路线的话 其实它应该叫做宗教之路 它应该叫做音乐之路 玉石之路 食材之路 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条路线 那其实呢 就宗教里面来讲 当然佛教 对中国来讲最影响最大的就是佛教 藉由这条路传进中国 传进中国 传进中国来的 所以在这条路上面呢 非常有名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莫高窟 张义的大佛寺 那还有莫高窟等等的这些东西 那像我刚才讲 食材之路 有非常多的食材 譬如说番茄 你知道番邦的茄子嘛 对不对 西瓜嘛 西边来的瓜嘛 对不对 胡瓜嘛 胡人来的瓜嘛 甚至于说像小麦 小麦其实它也是从这条路线过来的 因为从六千年以前当地的小和文明那边 发现了小麦 所以说如果说没有这条路线的小麦 在传到中国的这个美食餐桌上面的话 中国的美食恐怕就要减一半的分数了 对 我想对我们台湾人来讲 比较感兴趣的应该是朝圣之旅 是 朝圣之旅 刚提了一半还没有讲 就把那个莫高窟 跟那个你说张义的 五彩山 卧佛 对对对 讲一讲 是卧佛的话 其实卧佛有两种 一个睡着一个没睡着 对 是没错 真的吗 真的 真的这样吗 我乱说的 因为你要看它的手肘的方向 它手肘如果是撑起来 像东南亚 你那边看到很多的卧佛 它的手肘是撑起来的 是撑起来的 对 那个不是涅槃像 那个不是佛祖死亡的样子 对 那个叫狮卧 狮子在卧 那手肘如果贴在身体里面的话 这个才叫做涅槃像 是 是死亡的样子 那其实在整个丝绸之路上面 我们带团的时候 通常都会去讲佛教的四根柱子 苦及灭道 那所以走这条路线 我们之前就讲说 它可以让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好 就是说其实你看一看 以前的人啊 走这条丝绸之路 你看我们从哈密 从哈密到敦煌的这一段 拉车七个钟头 那以前的人 他们骑骆驼 那要骑多久 要骑多久 所以东晋法显 曾经在形容这条路啊 是说 用死人骨头来装作路标 所以要走这条路是非常危险的 就学着死人骨头就可以走到目标了 对 所以这条路是非常危险的 就是因为 人在一个危险的状况之下 你才会去反思 反省自己 人家以前是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非常安逸了 所以每个人走四头之路的时候呢 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方向目标 那其实我觉得像敦煌石窟也好 还有这个 您刚刚讲的墨高窟 还有像这个沃佛寺 其实都是在宗教上非常重要的人文景点 不过我自己去的时候我还特别注意到 整条丝绸之路 它有非常多的这个东晋 就是魏晋南北朝的古墓 另外还有很多的干湿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再聊 四路之旅是中国大陆非常热门的旅游路线 不管是抱佛角的朝圣之旅 或是大漠风光的这个景色之旅花费非常多 据说在台湾最少的7万以上才可以 但是依旧非常受欢迎 我们的网友问了 四路之旅长途跋涉 上厕所麻烦吗 干净吗 有经验 是 其实在上厕所真的很麻烦 因为呢 他譬如我们刚刚讲的说 从那个敦煌到哈密这一段 从哈密到乌鲁木齐的这一段 其实一个7一个6 在测证中 通常我们两个小时左右 就要上一次厕所 对 那怎么办 有公测吗 没有 没公测 没公测 03年到现在都没公测 没有办法 因为在沙漠当中 谁给你引一个水管 到那个地方去 汉侧也没有 没有 没汉侧 所以呢通常我们通常呢 都是男左女右 那么 男前马后 就是旅游车的两边 旅游车的两边 男生在左边 女生在右边 这还加上一句 男人在车头 女人在车尾 所以通常我们那个 带船的时候呢 行券说明书的时候 都会提醒客人 女客人啊 您记得要带两把伞 前面一把后面一把 对 没错 没错 就前边俱乐部来着 是的 非常的随便 随地大小便 是的 那是没有办法的 我记得我那年去的时候 因为车上有非常多的女记者 那咋办 还有女老板 然后他们就坚持 一定要到这个休息站 就是他不是有加油站吗 休息站边上一定会有厕所 但是厕所很糟 那特别糟 那特别糟 结果他们去之后 就发现自己错了 因为他们原来以为 那个地方能够稍微干净一点 没有 比这个附近的田边 但是后来他们去 就发现错 因为里头非常非常 因为是寒厕 对 是寒厕 最好的方法真的是田边俱乐部 没有 其实还有一个好方法 就是我们现在有经验的人 领队的法宝 对我们自己就会 带一个帐篷过去 帐篷就变成 可是你当场怎么搭 当那种三两下 就已经搭起来 那很方便 有点像方箭杯一样 直直的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吗 对 是的 就像这样子进去的 不过这个我们 我们买回来以后还要加工 因为它那个底 那个底 我们要把它剪掉 然后用胶带把它固定好 在放之前 下面先挖个洞 不过这样整团人 上完厕所都几点了 要很久吧 因为很快 很快 很快 对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发生的事 就是刚刚像俊森所讲的 男左女右 结果后来女生就觉得她不要靠车子那么前面 她就往后走 照后镜不就看到了吗 不是 结果她走得很 离车子很远很远 然后呢 结果 后面有来车 是的 看得一清二楚 后来发生一个悲惨的事情 火车来了 他们那个就在火车铁轨旁边 火车道上每一个人都看见了 都看见了 穿过外线了 我还曾经碰过有个客人 他事先做过功课 所以他带尿袋上去 对 所以别人下去的时候 他都在上面自己使用尿袋 那可能用包大人比较快一点 就自己用成人用的止尿布 不过那时候在玩的时候 因为上厕所太不方便 所以都不吸水 不太敢喝水 所以其实思路是大陆旅游当中 最艰苦的一条线 当然要注意安全 还有不要吝啬 给导游小费 这个是在替我们的那个吴先生讲话 不过做的题材非常的丰富 今天我们一时半刻了不完 我们下次再聊 今天非常谢谢吴俊升 谢谢吴俊升 谢谢吴俊升